福兴新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北京同仁堂存历之前 这个我很熟悉的 因为过年那时候 我们都会种这些四桂吉的 你看看这个叶子 它是一片叶子还是两片叶子 一片的嘛 是吗 一片的 你再仔细看一看 是哦 这里有个节的 有一节在的哦 卡手 是的 你如果要看这个 我再给你看一个大一点的 你看看这个 这是几片叶子 两片的 两片的啊 所以一片叶子和两片叶子 我们这个叫副叶 单身副叶 这是大概在西汉的时候 《神仙传》里面记载的这样 当时有一个神医 这个人呢叫苏丹 他后来修仙得道啊 要走的时候呢 但是他又是个孝子 他告诉他妈妈 明年啊 咱们这个地方要发生瘟疫 你把这个橘子叶 放在咱们门前的那个井里边 明年有瘟疫来的时候 就喝这个井里的水 果不其然第二年瘟疫来了 他这个老妈妈不但是自己喝这个水 给他村子的人都喝这个水 一村的人安然无恙 那这个骨井的故事我们经常听说杭林骨井 杭林又有没有一个传说呢 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名医叫董凤 董凤这个人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但他呢给一般病人治好病以后呢 不受诊金 不受治疗费 但他有一个什么要求呢 小小的要求 你们治好病 小病给我栽一棵杏树 如果治好了大病 栽五棵 没出十年 他的门前呀 这一片绿树成荫都是杏树 后人为了纪念他 也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 就把姓民带作一个中医药的神医的一个代表